其實這次是我入行以來第一次拍一個劇集 是拍到第二輯 相隔兩年多的時候再重新同一個角色 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感覺 我也覺得是很熟悉的感覺 還有那種感覺就好像 原來盲俠這個角色一直在你的血液裡面 你已經叫他,你拍他 或者好像今天見到某些同樣的情景 他是立刻會叫出來 尤其是當我和三劍俠 就是Din姐和高哥我們再合作的時候 那些火花是依然 加上我們這兩年在不同的劇集去累積了一些經驗 大家再放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火花我覺得是比之前好 還有更加準確的 所以我覺得喜歡看《踩國界》的朋友 我覺得是值得推介給大家的 劇透一點的東西 我現在一直看劇本 其實劇情上我真的追著去看 其實第一集我想是圍繞角色多一點 圍繞角色的心路歷程 圍繞角色的過去 以及將會發生在他們的事件 但是第二集 因為大家其實對這幾個角色都很清晰 很了解 所以第二集是會圍繞一些很有趣的案件 包括是傷性人的一些案件 包括是一些清官難審家庭事的一些血案 這兩樣先吧 不要說太多了 所以去umba 對,那 specialized 那麼這裡吃 拜拜 貼大 金箱 icas